要想用AMCA战机为印度军工竖起一块招牌 恐怕还为时尚早 不过印度还有另一张牌 那就是光辉舰载机 今年1月光辉战机的舰载型成功完成航母起降 印度媒体将其称为壮局 趁着这件事的余热 印度在这次防务展上又高调公开了光辉战机的升级版本 2月8号 印度军工企业在2020印度国际防务展上 首次展出了光辉MK2型战斗机的模拟座舱 从这套模拟设备来看 光辉MK2的座舱配置相当豪华 采用了与F35战斗机类似的大尺寸多功能显示器 可实现触摸操作 飞行员操纵杆移到了座椅右侧 飞行员两腿之间增加了一块平显 这一步局也与F35类似 据介绍光辉战机项目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 原计划用于取代米格21战机 但由于印度方面缺乏经验 大量关键技术依赖国外 系统整合困难 导致项目不断拖延 直到2015年 光辉战机才开始交付印度空军 此时据项目启动已经过去了30多年 光辉战机陷入了刚服役就落后的尴尬境地 不甘遭人嫌弃的光辉战机制造商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相继启动光辉战机改进行 和MK2的研发工作 在去年班加罗尔航展上 该公司正式推出了光辉MK2 其机身长度翼展最大起飞重量大幅提升 并增加了一对全动压翼 可搭载印度国产的布拉莫斯导弹 和阿斯特拉中距空空导弹等 而结合此次印度国际防务展展出的 光辉MK2玻璃化座舱来看 光辉战机的升级可谓是脱胎换骨 目前穆迪政府已将光辉MK2战机 列为印度制造的明星产品 要求务必在2022年实现首飞 并于去年11月 一口气订购了160到180架 该型战机以做鼓励